世大運與球混合團體賽 重要隊今天是一日兩戰 上午先與法國隊交手 第一點在混雙 很快以直落二收下勝利 但第二點的難燈賽事 台灣好手王子薇 獻出世大運的處女秀 不過疑似因為腳傷關係 手軍意外以18比21 敗下陣籃 信號之後即時回穩 21比13 21比19逆轉迎球 率先取得聽牌 接下來的男裝第三點 又靠著李哲惠 以及李陽雙李搭檔 聯手搶勝 最後又是一點未失 以5比0搶下勝利 完全進行的八強賽事 中華隊遭遇的是俄羅斯 第一點混雙 7月的台北宇宙公開賽 加上銀牌的王岐霖 以及李嘉欣 展現好默契 一開始就強壓對手打 很快的以21比11 21比13先下一程 而第二點進行的難燈項目 上屆廣州市大運 加下銅牌的許仁豪 交手Andre Parahokin 雙方在實際上有著不小的差距 許仁豪快刀斬亂嗎 花不到20分鐘 就以兩個21比9 收下了勝利 與賽不同的是 進入八強賽之後 只要先搶下第三點 就可以提前取勝 不想一層夢多的中華隊 在第三點南雙賽事 派出了李哲徽 李陽雙禮搭檔 兩隊一開始就是刀光劍影 全力揮拍毫無保留 但在台灣全球場優勢的加持之下 第一局很快以21比9拿下 俄羅斯選手在第二局 試圖力往狂瀾 戰況一度拉鋸 不過就在6比6平手之後 李哲徽 李陽 拉出了一本5比1的攻勢 就此一區不回頭 他以21比10拿下了賽末碟 以直落三淘汰俄羅斯 停進到最後四場戰 來體驗黃如紅王的心 綜合不倒